欢迎你跟随老师全新的课程在微博丁中 哈喽各位同学好我是总统老师特别老师 今天老师要带给你的字母是字母MM的一个发音 那字母M首先我们来试试看 先听一下它在国际音标的发音 有没有注意到听到国际音标中 我们在讲M的时候 我们试试嘴巴闭合发出M的音 这样子发音其实它是在讲我们L的一个发音 也就是比较轻声的M 也就是在尾音在国际音标中讲的 其实是一个L的一个发音 那当然在音速中我们要如果讲这个手音 on set M的时候 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不是M这个音 我们是念M 注意一下这是怎么发出来的 就是利用国际音标的M 但是我们念出一个SHA 一个中央原音M 所以在音速中手音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用Dark M 比较重的M的一个发音 比较重的M就是M 为了让同学们听得更清楚 我们就M M 的这样子方式把它念出来 有着国际音标的M 再加一个SHA M 这样子来念 今天一样我们利用1加1加1 一个手音 一个合音 一个尾音 会带出一个短原音 中央的原音 我们会念短原音 A E I O U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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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五个音来做一个配合 那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声词是 M E T 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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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遇到人的遇到了 第二个 M A D 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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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讲人家有点疯疯的 疯了 第三个声词 M A P 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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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三个声词 Ma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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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图 希望同学们喜欢今天的课程